马尔代夫是印度洋上的群岛国家 它拥有世界上最壮观的潜水资源 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顶级潜水地 那马尔代夫的十大顶级潜水点 你潜过多少个 第十名Fish Tank潜点靠金马内 是一个金枪鱼加工工厂 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巨型鳗鱼 在各种礁石里面藏匿 这个潜点会出现大量的瑶鱼过来觅食 甚至会有两三条吉他沙出现 也都会有蝴蝶鱼 鲦鱼等等鱼群风暴 甚至会出现印鱼风暴 潜点有点小强流 最好带着流沟 潜水深度15米左右 第九名Mufashi Rock前点式大盘胶 也是Manta清洁站 最多时候会出现十几条Manta 这个潜点在盘胶下面有大量的敌雕风暴和石斑 Manta在盘胶顶盘旋做清洁 各种鱼类会尝腻在漂亮的珊瑚礁石中 也会有小强流 只要挂流沟就可以欣赏Manta在你头上飞跃的感觉 潜水深度20米左右 第八名Tagura Bayro潜点是看金沙的 潜岛会开潜水船先寻找金沙 找到金沙的时候会让大家提前下水 因为是野生的 所以也有几率看不到 但也有80%的概率可以看到金沙 如果看不到金沙 这个潜点也很有意思 因为这个潜点像Sipidan 左边是深海 右边珊瑚礁 可以寻找海兔等可爱的海洋生物 潜水深度是15米左右 第七名 Fastew Lagoon潜点是船树叶潜砍Manta 潜水员下水后围成一圈 把手电筒插在沙地 吸引Manta的到来 Manta会在潜水员的身边游动 当Manta贴脸飞行会特别震撼 这里的Manta体型庞大 体型可达6米 潜水深度10米左右 第六名 Dijerry Feeding是新德护士沙潜点 白天可以与护士沙亲密接触的潜点 大量的护士沙过来觅食 潜水和浮潜一样震撼 记住也不要主动去抚摸它们 注意自己的中性浮力 不要脚谱把沙踢的到处都是 潜水深度是15米左右 第五名 Cadrasila潜点是 马二代福德海洋保护公园 是著名的一个潜点 有成千上万的敌雕鱼风暴 早晨的时候有大型捷克鱼过来觅食 也都有黑漆鲨鱼群 这边的地形和漂亮的珊瑚 都很适合拍照 旁边断崖可以看鲨鱼风暴 但是断崖出流比较大 注意观察自己的气压表 海流有点强会比较混乱 潜水员比较多的时候 容易跟错队友需要小心 潜水深度25米左右 第四名 Alamasa Faru 是护士沙夜前的潜水点 大量的护士沙 鱿鱼和大捷克鱼互相争识 甚至有时护士沙会碰撞你 在你身边擦身而过 非常刺激 简直是潜水员 最难忘的一次夜前经历 潜水深度是20米左右 第三名 Canduma Sella前点是看黑骑鲨和白骑鲨的 俗称鲨鱼墙 最多可以看到过千条鲨鱼 各类成群的鲨鱼组成一场视觉风暴 潜点有强流 最好带着流沟 潜水时刻要注意自己免减压时间 潜水深度是25米左右 第二名 Rasful Medivar前点是在通道顶流看各种鲨鱼 有时会出现Manta和金鲨 有各种鱼群 要注意自己的免减压时间 通道有强流 带流沟观看 潜水深度是25米左右 第一名 Pohemel Nero前点也是最新发觉的前点 在湖鲁玛类旁边 这个前点主要是看鱼鱼风暴 特点是像开盲盒 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惊喜 幸运的时候会看到虎鲨 垂头鲨和长尾鲨 巨型鱼鱼风暴在你身边围绕 甚至很多鱼鱼会趴在你身边 除了鱼鱼以外 也会遇到珍贵的吉他鲨 而且会吸引其他各种的鲨鱼 简直是马尔代夫最顶级的前点 要控制自己的中性福利 潜水深度15米左右 关注点赞我的潜水频道 了解更多潜水故事